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会吸引了近三万多名的专业人士到会参观 展览面积一万两千多平方米 集中展示了欧美等国家 以及中国台湾 香港 内地的祖燃剂 祖燃材料 祖燃纺织品以及相关产品 采访中 中国祖燃学会运输长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正茂表示 北京适合给中国商务准备更好的祖燃材料 祖燃材料使用比消防的工作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我们国家领导的成绩 来调防化与为人的决定措施 祖燃材料用得好了 心心自火又更无聊言 我们不能让它蔓延开人 所以祖燃材料使用 是对我们国家社会的安定 人民生命产品的保障 核心社会的法律保障 继续了很好的一个不增基础 本次展会目的在于为了贯彻 国家公安部消防局的严格要求 全面推行实施祖燃制品管理 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 公共场所祖燃制品及组建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 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 强制使用祖燃制品 同时也为更多的国内外祖燃新技术 新产品 新材料企业 提供一个新的展示交流平台 此外 同期举行的国际改姓塑料工业展览会 也吸引了美国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法国 以色列 瑞士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以及我国台湾 香港地区的众多知名企业 前来参展以及洽谈采购产品 的确 这是一场内容新颖 商机丰富 内外结合的盛会 不仅可以使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得到展示和交流 而且是国内外相关企业开拓市场树立品牌的大好机会